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冲高又通通都掉下来了 但反倒呢 如果是传产没什么表现的话 那我们期待一下电子股 在今天盘面上 你就看到很多IC设计的股票 好像挺有表现 那是电子要接棒了吗 所以这些问题 我们今天就请到了 我们的谢明哲老师来跟大家分享 那首先呢 我们就要邀请我们的明哲老师 来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 今天的大盘到底该怎么看呢 虽然说就过去两天来看的话 行情都是出现震荡的一个回测 但目前看起来的话 还是属于一个相对比较强势的一个整理 那之所以会这样讲的一个原因 是在于说 大家可以看台北股市的技术面 目前的一个KD指标 其实已经来到相对高档 而且开始呈现了一个顿化 因此原本针对这个技术面 它其实就会有这种回档修正 这样子的一个压力存在 但加上说事实上 在整个礼拜三的时候 当时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融资单日增加 是来到106亿 102亿这样的一个水准 那大家可以看到 是过去这一周左右的一个时间 如果你的融资增加幅度比较大的话 事实上隔天本来就比较容易出现 KK的一个走势 那今天呢 则是在融资减少的一个状况之下 它是呈现了一个比较小跌的行情 那我们刚刚谈到 就是一个指标本来就要做修正 那融资的一个减肥 事实上以适度 要必须要去做一些适度的一个整理 因此我是认为说 现阶段的一个行情 大致上是在下个礼拜 应该会是一个区间的一个震荡整理 走势为主 但是只要说没有出现 比较大幅度的一个回测 带量长黑的话 这个行情在经过技术指标的一个修正之后 我认为其实都还是会有一个 发动多头公式的机会 好那听完大盘的一个看法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问问 这个我们的明哲老师了 那今天的一个盘面上 看到非常多的强势股 这个电子股好像在下半场之后就回神了 接下来是电子股要接棒了吗 目前看起来的话 电子的确是有稍稍有接棒的这个味道存在 因为虽然说 以今天来看的话 它的一个成交比重大概只有28% 还是属于一个相对比较偏低的格局 但是我们从盘面当中 其实可以看到了一些这个电子的市产业 它有一个比较明显资金推动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尤其是聚焦在IC设计跟车店两个族群上面 首先就IC设计来看的话 当然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最主要是有这个IP也就是细致财的一个个股在做带头 包括像是昨天公布营收 你看即便328的经历科它公布出来的营收 其实并没有出来的这么样的理想 但今天的股价是开低之后向上去做走高 包括像是3443的创意 这个在下半年 它其实会有新的业务去做展开的时候 今天股价其实也是里头攻到这个涨停板 那包括像是6643的M31 或者说过去这段时间非常强势的6756的一个威风 事实上今天我们都可以看到有这个股价表态的一个现象 那另外的一个族群则是聚焦在记忆体相关的 像是3006的一个金豪科 事实上今天的一个股价 也在中晚盘之后 其实往上拉抬到展领板的一个位置 因此从过去的一个历史经验来看 当然进入到第三季 原本就是电子产业出货的一个旺季 所以就所谓的一个IC设计来讲 因为是在整个产业的最上游 所以他们在整个7月份 应该是会有优先受贿的机会 那大家可以稍微观察一下 接下来公布营收的这个IC设计个股 能不能够在6月份 他就领先搅出一个比较好的成绩 那当然股价其实就会比较有续航的力道 那据说在车店产业的一个部分呢 当然从上个礼拜MIH的这个成立大会开始之后 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 整体的这个车店的一个产业 他其实表现就陆陆续续都有去做一些表态 包括从这个礼拜的上半周 是有电池个股 像是康普像是美奇马去做带头 或者说像是这个车用二级体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85的宏城 他的股价其实在这个礼拜 他表现其实都非常的一个强势 那因为下半年其实就是整体电动车 会开始陆陆续续 这个推出新款的一个电动车 那我想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车店的族群应该是也有机会在短线上面呈现续想的一个机会 以现在其实已经公布营收的一个个股来看的话 像是6237的华讯 因为他公布出来的6月份营收是来到1.7而已 是再度创下历史新高这样的一个走势 那最主要他其实在营收的 之所以能够持续创新高 是来自于说 他在整个PC Audio的这样子的一个客户 他其实是有转单到他 这个公司去做下单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通常如果说企业出现转单的话 他不会是一个短时间的一个现象 而是一个中长期的一个配合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是认为说华讯的一个股价 在今天的一个股价尾盘向上拉抬 最主要其实是反应营收的利多 那随着这个股价突破了过去 这一波的一个行情 是沿着上升轨道向上去做一个发展 而目前看起来 应该都还是维持强势的格局 没有做任何改变 那除了这个IC设计类股之外 另外在车用电子的一个个股上面 那让我们刚刚谈到了 这个礼拜其实最强的是 康普或者说像是彭城等等个股 但除了这些个股之外 另外包括像是627的同心电 因为他在并购胜利之前 他其实原本就是CIS影像感测器的这个风测大厂 那在并了胜利之后 其实也纳入到所车用的相关的一个生产线里面 那我想国具集团在这个节点当中 他们对于整体切入车用这一块领域 其实是发展非常的一个积极 所以对于同心电而言 虽然说过去从上个礼拜的行情开始 陆陆续续出现的连续性的一个黑K回档 但今天的一个股价开始有这种谷底翻扬这样的一个味道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他在下个礼拜整体股价的表现 那第三个则是在于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Mothby的一个相关个股 他也有同步出现转强这样的一个态势 那实际上呢 最主要不是Mothby这个产业有出现比较明显的这个转机 而是来自于说因为他们产品特性的关系 他们这些个股普遍来讲都有转向第三代半导体这样的一个领域去做发展 那因为第三代半导体最主要其实就应用在5G或者是车用的一个领域上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是以副底的一个股价带头先攻上涨领板 我觉得这个是跟他前几个月份的营收 他前五个月份的营收 累积起来年增率有来到六成 是Mothby的一个四档个股当中表现最好的 所以今天股价带头攻上涨领板 他也突破了这个持续往上去做一个创新到这样的一个表现 一种技术面当中是应该是一个比较明确的转强 应该是下个礼拜大家可以比较主要留意的一个重点 好 不过大家应该最想知道的就是 大家每天在冲来冲去就很想问 那航海王呢 航海王真的是来到尽头了吗 还是呢 接下来还有机会再往前扬帆出海 航运股怎么看 要继续请教我们的明哲老师 我认为整体航运股应该是行情应该是还没有走到结束啦 但至于说怎么样去做发展 大家在下个礼拜可以锁定治愈的大世界 盘面上我们看到最近两天 那么这个塑化股也是一军突起了 那当然这个塑化股呢 大家通常会觉得好像有点后继乏力 今天怎么最后盘中就通通大猪小猪落预盘了 那塑化类股呢 到了下周还会有续航力吗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小胖老师 塑化类股当然在礼拜四的时候表现是非常强势的 当然到了礼拜五之后都有那种涨停盘打开 甚至打到翻K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实际上如果大家从这个塑化类股的这样的指数来看的话 事实上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来自于筹码实在是太过凌乱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在昨天礼拜四大涨过程当中 它的融资是呈现大幅度的一个增加 那再加上说其实现阶段大家如果去看那个昨天所涨停的那个最主要下单的一个券商 其实很多都是非常有名的隔日冲的一个券商 因此今天有隔日冲有起工资 我想这个是造成今天股价会在整个指数当中留了一个比较长上一线的一个原因 但你说塑化类股是不是行情就做走完 至少以这个油价的一个角度来看 因为OPEC Plus他们对于这个油价的增产他们的最终的出来的结果200万桶我想是比市场预期来的低 那目前看起来油价还是一个持续向上的一个趋势 那这个当然会对于整体塑化类股能够提供一定的一个下单的保护 那只是说筹码比较理论的状况之下 下个礼拜的一个行情可能会是偏向中所谓的震荡整理维数 下个礼拜的一个行情刚刚我们有谈到嘛 就是你指数的一个部分可能要针对技术面做这个技术指标的一个准理 所以它会是一个比较区间的一个震荡走势 但在整个盘面当中还是有几个比较大可能要留意的重点是在于 包括7月6号联发科这个IC设计当中最重要的指标性个股 它要去做除息除全息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能不能够快速去做一个填息 我想这个其实也牵动到我们刚刚所谈到的IC设计类比在下个礼拜 它整体续墙的力道能不能够去做延续 那当然在下个礼拜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个经济数据 包括像是7月8号这个FED会议期会去做公布 那当然他们之前也有谈到就是先维持这个所谓购债的一个规模 那升息的脚步可能没有来得这么快 但最近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陆陆续续有一些声音 包括像是INF他们也希望说联准会可能要在2022年就是明年它要去做生鞋的动作 那我想从会议记录当中大家可以更看得清楚整体联准会的一个态度 那它会牵动整体这个国际资金的一个表现 好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明哲老师跟大家来分享 那么多个股大家的一个看法 那当然呢这个刚刚明哲老师有给大家一些致富密码 然后电子股下礼拜会不会有机会接棒船产来表现呢 不过呢这个航海王如果你已经搭上船你不用太紧张 因为呢这个我们看到老师觉得说 哎应该还没什么太大问题 顶多整理一下晃一下 你就当做遇到一点点风浪好了 别太紧张 那另外呢像今天如果你有去追溯的话套到的 那就下礼拜来看看这一阵会不会有机会让你解套咯 那当然呢下礼拜其实有很多重要的公司 有这个除全席的一个这个时辰表 那我们可以持续来关注咯 那当然希望大家下周都可以赚大钱 今天非常谢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